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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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her Carlos Martens 马天恩神父 一向热爱圣人和圣毒 收藏了接近2000个圣毒 更是监定圣毒登例的专家 2014年 有人提议她为圣女圣马尼亚 郭来替的主要圣毒举办巡回之旅 他们知道我爱我非常喜欢 Maria Goretti 他们知道我工作与维织 我认为我专家的联系 我认为他们看到的 是一道教会 神给了一个效果 在自己的方式上 在人們變成成了聖誕教 所以我就是他們去的 那是一項享受 非常棒的 我開始開始放在某些地方 有很多的部分 這次聖讀秦媒之旅 名為慈悲朝聖之旅 Pilgrimage of Mercy 馬天恩神父 希望藉著聖女馬利亞國內體的故事 讓更多人意識到 不論代己代人 都需要多一些慈悲 我認為她是一項忠誠 最終的忠誠誠 至少在更新的聖人 在今天時代 我們愛追求壞人 我們愛保持人們的負責 我們愛揭曉壞事件 我們欺負那種 我們找到投資者們的負責 例如責備 而非做責任 雖然有些自信 沒有非正義 但是它必須為佳 為甚麼 因為一個人物 是偶大於他的行動 一個人物 是一個極多的負責 並以神的獨一生 造成了 在有神照片 所以他們對 selves 誰不仍然發生 那當然不正在 他們舒服 他們欠佳 要展开这个行程超过一万公里的慈悲朝圣之旅 筹备的功夫实在是数之不尽 幸运的是马天恩神父有几位得力助手从旁协助 Charlie两年前在马天恩神父主办的圣读展览认识了他 觉得神父的事工很有意思 所以我开始带着父亲 因为很多次他会在他身上 他会有没有人帮助他们 所以我开始带着父亲 在他的仇仇与他的仇仇专业 很多人在这些节目中也有充满 包括我 所以当他说我们有机会 可以带着我们带着一些行程 我比较高兴地做这些行程 见证了漫长的筹备过程 我们开始了18岁前 在预复时 我们要预复预认识 从网友、优众、优优独的领域 和伊丽国 我们在纽约24月的伊丽国 在赴玛丽玛丽 我的想法是 带着玛丽玛丽 到美国 这次要运送的圣毒 被放置在一个水晶灵灸里面 圣角来梯的鞋骨 被收藏在蠟像之内 要将圣毒 带到不同的地方 马天恩神父的团队 需要一部货车 有一个来自纽约的家庭 很慷慨地回应了他们的需要 特别为这次旅程 捐赠了一部全新货车 要令这次旅程成事 传来有心人的支持 Paul也是马天恩神父团队的一份子 他主动向神父借出他拥有的卡车 更借出他自己 全程负责驾驶 When I heard from Father Carlos who was doing this pilgrimage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 was going to do it in a van and I said Father, I've traveled across to the United States on five motorcycle tours and I have a motor coach that my support team follows me, because I used to rac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taking on a big project How are you going to travel every night 去不同的教堂 然后每天都跟Maria Goretti 做祭祀 你会睡觉 他说 你会睡觉 我说 父亲 我经历了 我驾驶车 我有一个好车车 你能睡觉 你能吃 你能洗澡 我们在夜晚 你能休息 Paul借出的卡车 设备一应俱全 团队的起居生活需要 都能够应付 就是这样 他们开着这辆卡车 拖着运载性格来梯性毒的货车 去到美国五十几个不同的城市 我们把这个套路 放在这里 完全拌握 完全拌握 没有弹势 如果我们不能接近 我们把这个车车的车车 这个车车会转 我们可以转到车车的车车 然后去到哪里 我们需要去 万事俱备 圣马里亚角莱替的圣毒之旅 正式在2015年9月展开 慈悲朝圣之旅的第一站与别不同 圣女马里亚角莱替的圣毒 远渡由意大利来到美国 到访的第一站竟然是一个监狱 位于美国纽约州的圣星监狱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最高设防监狱 住了大约1,700名在囚人士 9月20日的上午 一些职员和在囚人士 都在准备迎接圣毒的来临 Saint Maria Goretti is here at圣星 and it's important because it's not just that her relics are going to be present here but it's the story behind her relics 圣女玛利亚角莱替在11岁的时候 被19岁的邻居阿力山道用利器杀害 阿力山道被判入狱30年 期间在仪像中 看见圣角莱替将14袋白盒花送给他 意思是宽恕他残忍的暴行 为复刑中的犯人 圣女角莱替的到访有特别意义 这是第一次宽宽 Saint Maria Goretti is visiting 她的残忍都被取得到 我们很高兴 我们不太期待在看她的残忍 连监狱的最高负责人都认为 这次圣读来到监狱是一件难得的盛事 马天恩神父主持美撒的时候 提到教宗方制国宣布的慈悲戒念 这位赋于慈悲的圣女的到访 是对在囚人士的一个邀请 神父鼓励他们接受天主的恩宠 But Maria is coming to inaugurate a year of mercy She is coming at a behest of Pope Francis Who has proclaimed a year of mercy A year of mercy, a jubilee year for Catholics Is very important It begins a season of grace And God pours an extra dose of mercy on us Of course God is all merciful He's never not merciful And he's always pouring out his grace But there are seasons also too Where the rains fall heavily And this is one of those periods Whatever is on your heart Whatever hurts And especially whatever those persons in your life Who have ever hurt and offended you Who have ever abused you Ask Saint Maria Goretti for her intercession As you hand those people to God 圣葛来替在狱中宽恕阿力山道 改写了他的生命 令他不再生活在仇恨和怨憤之中 这个信息 慰酬禁在这个最高撤房监狱的重犯 带来希望 他们虽然曾经犯下重罪 但是天主藉着圣葛来替告诉他们 只要他们愿意 他们一样可以将生命扭转 过新的生活 微撒结束之后 在囚人士有机会逐一上前 在圣读前祈祷 从他们面上流露那份浅经 不难看出 他们都被圣女的故事感动 在囚人士Raymond 从阿力山道的故事里面 找到力量和希望 在囚人士有机会逐一上前 我愿意回家 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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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离开猩猩监狱 马天恩神父的团队 向新宅西州最大的城市 紐瓦克进发 紐瓦克是首个开放给公众敬礼的第一站 是马天恩神父刻意安排的 原来在圣角来替离世之后 他的兄弟移居到美国 辰转来到新宅西州定居 圣女的后人这一天 都特地来验证圣角来替 首次访美的历史性时刻 安杰瓦克是什么 你的父亲是什么 他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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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很厉害的父亲 他很厉害 他很…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很平衡 他不是很大事 圣角来替的哥哥 安杰瓦克的女儿 Yolanda 已经93岁 是圣女仍然在生的 后人之中 年纪最大的 他也特别来参加 这一天的微杀 这次是Yolanda和Raymond 第一次亲身接触 圣女角来替的圣毒 她们的心情非常激动 我爱她 我今天不能哭 我看她很漂亮 她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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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她 她很漂亮 我从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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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她的身体 你愿意说 祝悲朝圣之旅的团队 继续向西南面的 奔直凡里亚州进发 她们的目的地 是一个名叫Hatfield的小镇 这里有一间 以圣女名字命名的圣堂 为了避过交通制室 团队选择在晚上 到路比较畅通的时候出发 她们抵达Hatfield的 圣玛利亚葛来替堂区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时分 我这早上睡了 我早上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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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闪了一会儿 去看一会儿 他们们 正在前面 等着 等着 这个堂区的教友 为了迎接他们的主堡来临 已经籌备多时 在9月22日 星独到访的日子 堂区的信仰培育总监 心情兴奋到 一早就到圣堂迎接 我早上睡了 我早上睡了 在5时 早上 最初 还没有认识 那是我们的 玛利亚葛来 我还在想 哇 家庭需要一个地方 休息 然后我看到 我的地址 上的摩托车 我看到 自己联系的 我们的那些 带时间 原来 在最初 公布 圣读巡迹之旅的行程 时 这个堂区 并没有包括在内 Angela知道之后 马上联络 马天恩神父 结果 堂区 成为巡迹之旅的 第二站 堂区教友 知道之后 都欢喜若狂 圣国来替的圣读到每一个地方 马天恩神父的团队 都会邀请一些强壮的男士 帮忙将圣读搬到圣堂里 给公众敬礼 在这个团区 有超过100名男士 希望能够担当这个任务 帮忙运送安放在水晶灵灸内的圣读 就好像为一位自有扶灵一样 因此 能够为一位圣女扶灵 实在是不生难忘的经验 为了公平起见 唐区决定以抽签的方式 来挑选六位男士 肩负这个重任 为了隆重歧视 在《微杀》当中 唐区特别安排了一些青少年向圣女献花 纪念他在仪像中 将白盒花送给亚历山道 象征对他的宽恕 在Hatfield的圣角来替堂区 摄制队遇上一位和圣角来替家族关系密切的男士 他的家族和圣角来替的家族可以说是世交 设计良达的 我幻想和尼克兰 和尼克兰 这个写划 这是1950 r。我的了 在1950年 他遇到 在Cordenonna, 在类子 这是在 Y создami aldo的 优优独的 是 是 她被어서 他将继续兰 Saint Maria O'Garetti 他們在1954年在母親的祝福 所以我們有深厚的歷史 Saint Maria O'Garetti和我們的家庭 Dennis曾加入美國空軍 被派駐守意大利 令他有機會深入了解 他家族的故鄉 科里納多,Coroneldo 也就是聖國來替的故鄉 令他對聖女有一份更深厚的感情 慈悲朝聖之旅為期幾十天 當聖讀在9月下旬抵達費城 正好遇著世界家庭會議在當地舉行 這個全世界最大型的天主教家庭聚會 吸引了許多海外天主教徒參加 聖國來替的聖讀抵達費城的 聖麗達朝聖地的時候 吸引了大批朝聖者 進去向聖女敬禮 當晚的聖禮完畢之後 一群穿著藍色制服的年輕人 幫忙將聖讀運送到車上 原來他們是附近一所修院的修生 親現在就在 наша家庭聖族 他們打發失去找聖晨長愷 無須走 公開ない人 走紅 聖地集育 不由醫生 您就 pals 現在開始做UND 但服從 hardened aux升聖故 手離開 她的經驗,她給了我們所有的職位 我們需要移動身體,很瘋狂 我從來沒有理解她的故事 直到我來去訪問她的身體 看看她的年輕,她的年輕 她的勇氣,她的年輕 我認為她的年輕,她的年輕 她的年輕,她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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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來替的性讀都四處巡迴 這位小女孩對殺害她的兇手展示的寬恕 為不少第一次接觸她的人帶來極大震撼 維護生命女社會的Sister Maria Kateri 在世界家庭大會裏偶然認識了Melissa 在聊天當中,Sister Maria 感覺到Melissa心裏 在世上可能有一些需要寬恕的人和事 於是,將她帶來聖國來替的聖讀前祈禱 I brought with me someone I just met today but felt the Lord saying take her to Maria that she has to forgive and I didn't ask any details,I don't know but I knew that she had to come meet Maria and so when she was praying there she was shaking and just crying so I know Maria touched her so I really wasn't familiar with the story behind Maria Goretti and she,Sister Maria took her name because she firmly believed in her so she said let me bring you over here I said absolutely so on the walk over she told me a little bit about it and the whole thing about forgiveness and just being able to forgive this everybody needs to forgive somebody whether it be for something little or for something big and I don't know it just I got down and we said a prayer together and I felt this calm and overwhelming beauty like I am now I think with all the tears I saw that she had that she received that grace 9月下旬 世界家庭大會邀請到教宗方濟閣主持閉幕微殺 為了迎接教宗到訪 當地警方和政府部門都非常之緊張 巧合的是 當地的交通警察部總警司Thomas 有機會在聖閣來替的聖毒前祈禱 更有幸能夠搬運聖毒 這個體驗給了她一份力量 去面對之後幾天的挑戰 You can just feel a difference inside of you Now I mean I know I know this is a big event this weekend in Philadelphia and we have some tremendous responsibility as police officers and it's very stressful and I don't feel that stress I feel like I know that we can help make people feel safe 無論去到哪一個城市 都會看到一些身上有特殊需要的人 尋求性格來替代討 兩歲半的John 一出世就被確診一種神經系統疾病 令他發育慈喚 更時常發生癲癌的症狀 John的父母Manu和Tina 特別帶著兩個兒子 開了一個半鐘的車程 來到聖閣來替的聖毒前祈禱 We came specifically for praying for Him and praying for His issues to stop and also to pray for everybody else When we were children we just knew that she died and she's a saint but I guess now it's more like she's a friend to us the more we know about her Now I think I'll start talking to her more because I came to know about her story and she's somebody for me in heaven and she knows Jesus she can see Jesus and we are down here and she'll talk to Jesus about us and she'll help us when we need her 回顧整個慈悲朝聖之旅 馬天恩神父 堅證了聖閣來替 為一些人帶來肉體上的治癒 但是他發現更多人藉著寬恕 而得到心靈上的治癒 獲得一份前所未有的自由 Every day I encounter at least one person who has expressed that he or she was raped or was abused as a child and they've come into a place of forgiveness a space of freedom where they're able to give and extend forgiveness to those who have hurt them and in this act of configuration to Christ they are remade anew they lose their victimhood in that process they're no longer victims they're no longer powerless in configuring themselves to Christ through an imitation of his forgiveness they now find a strength and a peace that they previously didn't have 在55日的旅程中 超過25萬人 在不同的地點參與敬禮聖閣來替 無數人藉著聖女的代討 以及她所宣揚的慈悲信息 而得到重生 慈悲朝聖之旅 雖然已經告一段落 但是這些得到改造的人 會繼續將信息傳揚開去 令更多人的生命得到改變 不少家長為子女的教育費盡心思 而為了給子女理想的教育 這對夫婦聯同一班同路人 決定由零開始 創辦一間天主教師校 我們希望那些教育 令到我們的小朋友 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去尋找他們自己的路 做父母的就是去協助天主 去幫他們找這條路 這個星期的愛常傳 帶大家看看Peter和Vivian 辦學的心路歷程 看完這一集愛常傳 歡迎大家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來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故事 同時也請收看我們逢星期六的電台節目 愛生命 要購買天主教書籍 和信仰靈修禮品 請來我們的生命恩傳書社參觀選購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天主保佑